黃仁勳今晚將受邀擔任中止史上最高 身價的開球嘉賓 威拳龍也證實有幫黃仁勳 來做特製的球衣 背號一樣是回答的創辦年 九十三號 黃氏旋風持續席捲全臺 而黃仁勳在週四宴會過後不小心說溜嘴 表示自己週六會在大巨蛋與大家相見 消息一出 臺灣工業電腦大廠 延華科技也證實這次邀請黃仁勳來參加 延華的棒球家庭日 擔任中止史上 身價最高的開球嘉賓 黃仁勳先前就已經為舊金山 臺灣日擔任開球嘉賓 別以往的皮靡風格 球衣特別用輝達創辦年九十三號做代表 這次將站上大巨蛋為龍星大月的主題週開場 威拳龍也特別準備了特製版球衣 背號一樣是九十三號 至於樣式如何 還得等開場後才能揭曉 我們一定會 一定會去 一開始認識他就是那個電腦的配備 然後是沒想過他會出現在棒球這種地方 民眾都很期待黃仁勳開球 而對科技界來說最好奇的還是下週開幕的Computex 黃仁勳會去哪 去年黃仁勳來台參加Computex 網如向導帶著媒體在會場內穿梭 而今年除了二號將在台大體育館演講 傳出四號會在活動現場幫各大合作夥伴站台 五號則是有機會參加技嘉活動 並與廣達子公司雲達高層私下會面 當天揮達也自己將進行高達二十多項的專題活動 Ai教父提早了一個禮拜來台北擔觀光大使大客美食 粉絲搶拍照也都來者不拒 這位全球第十五名的富翁不只清明 還有點俏皮 黃仁勳風走到哪都遍體開花 也期望能帶動台灣經濟跟著一路發 記者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我或者各位都幾乎職員